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歐都美 今天呢繼續我們的終身代模組啦 你有看到老頭現在沒有穿褲子喔 因為 老頭現在身上沒有一件褲子可以穿 上次 有了有了 這邊有一件 還好還好 最起碼有褲子可以穿的雖然有點醜 因為剛剛老頭在穿裝備的時候呢 發現沒有那個褲子 就剛剛現在才發現 好了 那我們今天呢我們來做什麼呢 好我們今天一樣要去外面抓一些生物喔 然後這個 算了不要理他好了 我本來想要把射爆中 好今天呢我們要去外面抓一隻真正的飛行生物啊 我們現在那飛行生物沒有一隻是能看的啊 昨天抓著那幾隻飛行生物了我的天啊 像這一隻 太吵又太大隻 移動又不方便 啊這一隻勒 呃也不是說很弱啦 但是他的攻擊力不會受到影響 怎麼打都是兩千滴 感覺不是很好 所以說我也不太想要用他 啊 我是 比較想要的是抓那隻蝸牛啦 啊 上一集那隻蝸牛在天空一直盤旋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怎麼抓也抓不到嘛 然後會不會主動攻擊也不曉得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這一次呢 好就主動的去 往前看看好了 希望他不要主動攻擊我 因為他明明就是野生 野生再來說可以抓 而且我印象中以前官方蝸牛的抓法應該是 靠近餵死吧 好像並不是射暈的樣子耶 我就靠近一下好了 我靠近一下 追著他爬還蠻好笑的 不行啦這實在太高了 我攻擊他 我咬一下看看 我會被咬死 哈囉 讓我咬一下 你飛太快啦 咬到咬到了 他會不會攻擊我 不見了 What 他消失了耶 咬一下嚇跑 是不是 阿這嘟嘟咬幹嘛啦 哇 他媽有別隻蝸牛 貓有別隻蝸牛嗎 呵呵 哇 怎麼辦我們要抓一隻 好用的飛行生物怎麼感覺挺難的 就只是想要可以飛 有寂寞的男嗎 來 看一下這一隻 這隻是 雷 雷霆 雷霆 哇 毒屬性的 兩種屬性的呢 哇 感覺很猛啊 很可惜都不是我要的啊 然後這個 這個也是雷霆 哇靠 我全身都發閃電 超酷 哦 這什麼 古龍古龍 哇哦 這可以不會抓啊 為什麼他身上沒有顯示他的血量啊 等一下我來看看 他是 他不是野生的 他血八萬一 我想說要不要派我的恐龍去把他咬死 看一下可以拿到什麼東西哦 派我的金剛去打他好了 我先派我的金剛去尻他一下 我覺得我的金剛會比較硬一點 想說那隻蝸牛要是能抓到的話 應該 可以騎吧 然後應該也會比較 比較輕鬆 然後這隻 這隻我也想抓耶 先抓他好了 先抓再說 先抓再說先抓再說 這一隻我蠻想要入手的 我覺得顏色很好看 藍色的又會放電 死給 給你吃飼料 欸 這家伙不吃 吃血嗎 不吃 完蛋了 吃心臟嗎 不吃 嗯 一般的肉 這傢伙就是很基本的餵食 啊 起來了起來了 哦 超屌的 這個待會再把玩一下 我們先去挑戰那隻骷髏頭 骷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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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骷髏 霸王龍 挑戰那隻骷髏 霸王龍 先把他送回家 好的 來了 我覺得我應該打得贏吧 我這隻血有三萬九 稍微歷練等級升一升 我來看一下 應該還可以 還可以再更強 強還要再更強 強還要再更強 不過我覺得這隻狗雞 目前是感覺不怎麼樣啦 打看這隻好了 妥不妥 打不到啊 然後一千多 但是撞 他會那個 他會被我撞飛啊 有點麻煩啊 他那個雙 雙拳 往地上 炸那個感覺很像爆炸 你看有沒有 結束了 拿到什麼 哦 並沒有拿到什麼 拿到了一些基本的素材 我用那個藍色瓶子在哪裡啊 在他身上 給他吃 給他吃我要叫什麼東西 然後底下攻擊力好了 就在6.5湯 看要攻擊變多少 他不讓我試他就死了 他那隻霸王龍勒 就在這裡 欸 補劍了 現在這麼流行搞失蹤哦 怎麼攻擊力還是1674啊 這個提升難道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作用嗎 欸他怎麼不見了 人家說那個霸王龍出現 都是一陣一陣的嗎 原來不會跟上級一樣吧 突然跑到我家 讓我家滅團了 完了 雖然恐龍的攻擊力我沒有做調整 我要打很久 這邊有一隻 我要打一下黃金飼料 黃金飼料不夠了 拿你開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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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什麼 幹什麼 給我黃金飼料哦 好 開始吝嗇 不給黃金飼料 是吧 不想給黃金飼料了 我約 我們去挑戰那隻 迷你BOSS好了啦 把那隻迷你BOSS打一打 啊 那隻骨頭霸王龍不見了 來看一下 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哎哎哎哎 等一下等一下 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兩百多萬哦 抱歉哦 打擾了 以我現在的攻擊力 嘿 別說了別說了 我們還是乖乖虐菜兵好了 看到了怎麼又出現了啊 真的也太奇怪了吧 檔案 我靠腰有點痛哎 他腰我居然 還挺痛的呢 他這是有流血傷害是不是啊 補一下補一下 點一下血量 他應該沒有過來 開殺 讓我騎啊 明明按一了卻不能騎 搞什麼 好 他會不會回血 他會不會回血 他沒有回血 打死你了 他會被我打飛哎 他會被我推飛哎 我的天啊 齁齁齁齁 嗚喔 快跑 骨頭霸王龍 幹什麼東西 哎呦哎 有點痛 不過我覺得可以 右鍵 比較麻煩的是他會一直被我打飛阿 這次有點麻煩 被打飛都不好直接這樣子 直接輸出阿 而且把他推到水裡麻煩死了 我覺得我從水那邊推過去好了 對對對這樣子 幹什麼 幹什麼東西 單挑 單挑阿 好啦 我覺得我快死了 幹什麼 幹什麼 OMG OMG 直接信的連續攻擊 對對對就是這樣子 來了來 看路死誰熟 我覺得我要死了 非常好 我覺得我要死了 非常好 他死了他死了 我拿到什麼 兩顆心臟 還有什麼 大量的飼料 還有什麼阿 大量的飼料 這補血的 我吃下去直接回滿 然後拿到了骨頭 原來骨頭是這邊用的喔 所以是這邊打來的喔 欸給好多喔 還有什麼 沒了 就這樣子 幹什麼東西 欸 靈魂迅猛龍 居然是靈魂迅猛龍 欸 哇 這攻擊也是 蠻丟的阿 我被靈魂迅猛龍 攻擊了 據說這隻也能抓 不過我不太想抓他就是了 靈魂阿 驅殼 靈魂迅猛龍 看把他打死 來阿 去死吧 去死了 去死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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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推的把他推死欸 幹什麼 結束 看你掉什麼東西 我要掉 紅色的靈魂 靈魂死 紅色的靈魂死阿 怎麼會呢 哇 果然 哇 超可愛 你看他的眼睛 唉唷 嗚呼 應該就只是單純賦予屬性而已阿 哈哈 對啊 目前為止沒什麼特效阿 欸 可是不過這隻顏色真的蠻棒的欸 我還蠻喜歡的 咬一下一千多 左肩 零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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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概知道了 空有外殼 不過你的外型我給 我給87分 很夠了很夠了 欸顏色好漂亮喔 真的我覺得 如果 我有這一隻喔 我就把他當保養了 不要說體型大啦 這種爬蟲類生物其實有一些真的都很漂亮 那種鱗片阿 你看那鱗片感覺像鍍金的 然後上層的鱗片又是這種顏色喔 這超讚的 我挺喜歡的 好啦不管了 我們回歸正題了 來一個飛行生物吧 來一個飛行生物吧 來吧 喔這邊看到一隻 殭屍 劇毒飛龍 殭屍 劇毒飛龍 這隻到底會不會很好用呢 不過我們要先來確認一下 是野生的 是野生的 他是野生的 答案是 可以抓 等他過來 衝一波 我好像在咬別的生物 來了來了來了 嫩 哇這殭屍劇毒飛龍的顏色怎麼這樣子阿 欸他快醒來了 完了 這個吃什麼我完全不知道阿 靠北咬三小喔 誰啦 喔 受不了欸 不要鬧好不好 各位別鬧 各位阿別鬧阿 我還不知道他吃什麼情況之下別鬧好不好 吃飼料大腿囉 欸給你吃肉肉 我覺得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東西全部過去 有沒有課 太棒了沒有課 欸我也沒有全過去我過去一半而已阿 完 怎麼辦 阿我大概知道他吃什麼了 他吃的應該是 某一個方塊吧 這個吧 應該是這個啦 這個我那時候看說明他是說這個是拿來抓 殭屍飛龍用的 欸不要醒來不要醒來 我看一下那方塊的說明喔 突然想到阿 這個好不好 can be 使用 14 喔 殭屍 殭屍 殭屍飛龍 拿去 蛤 不是 不是 欸 欸對啊 喔還要用死用這樣子喔 欸有了欸 嘿嘿嘿 莫名其妙入手 殭屍飛龍 死給欸 來來來幫你倒回家 幫你倒回家 我們剛剛給錯了 剛剛那個不是張筆 這個才是張筆 來我們看一下 阿找到了 裝上去了 喔 有了欸 看攻擊如何阿 1800 也沒有說不行阿 只是這個這個轉彎的幅度是稍微有點便扭啦 能不能點移動速度阿 可以阿 我就覺得可以點移動速度的前提之下都算可以啦 真的 點個150好了 來 經驗值 最多經驗值 小小經驗值 來 多吃一點 有了 神太慢了吧 算了 大人再說 這隻也可以阿 這隻也可以 哇 這邊好多 傷害又越高了 哈哈 擺動幅度還是有點便扭 還是有點便扭 這隻犀牛沒人敢打 那體力一下就沒了 體虛龍 那體力他只有300多而已啊 OMG 只有300多我哪受得了啊 點個130 攻擊全部提升上去應該超猛的 快動啊 不要在那邊耍帥了 欸對 轉個彎 我要攻擊 有5000多了啦 很可以了 補個血補個血 這個有6000 可以啦 哇我又被燒到了 啊 轉彎太慢啊 180度迴旋 我還不如直接落地轉個彎 啊落地轉個彎也是一樣 麻煩 又給我6個飼料 爽 夭死你 我覺得他還是在地上攻擊好了 啊 就是探索的時候飛行 然後呢你要攻擊的時候不要用飛的 你就這樣子 躺在地上 然後往前嚕 然後把前面這兩個殺了 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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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打我那麼痛啊 他們死前都會自爆是不是 剛剛有一技打到我身上超痛的欸 來把他們清掉 搖 搖 搖 可以啦 哇 哇 哇 我的龍 哈哈哈哈 怎麼會 WTF 不行 我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 呵呵呵呵 幹 這直接被秒殺欸 挖操 您不要讓我們的艾龍重生 完蛋了 現在不能用艾龍重生法了 我現在有點卡了 沒辦法叫ACN了 哈哈哈哈 算了 我要叫我的金剛他媽去收死他 氣死我了 我要報仇 你殺了我的艾將 就是你 死去 喔 死去捏喔 給這些 好我撿了 欸啊我包包勒 應該是說我那隻飛龍的身上的東西 完了 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他被咬死之後 沒有掉包包嗎 沒看見 算了 欸 是不是這個 把他撿一撿 把他撿一撿好了 對 沒錯 就是這個 沒關係 下一集再讓你復活 我決定了 下一集絕對讓你復活 對不對 殭屍 殭屍 哪有不復活的 你看這邊什麼ghost 鬼 暴龍想幹什麼 喔 你們真的很煩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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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啦 把這隻 把這隻 霸王龍鬼 給打死 霸王龍鬼 是不是 GOT 別死了 欸他不會攻擊 我他只會跑欸 有這麼弱 這麼膽小 快點拿他的綠色靈魂 欸他怎麼不見了 欸他怎麼不見了 哥哥啊你怎麼不見了啊 哥哥 為什麼你不見了 奇怪 算了他不見 他不見就算了 算了我今天差不多玩到這裡喔 我們下一集呢 一樣 絕對讓我們的 讓我們的那個什麼 嘟嘟飛龍 欸不是 讓我們的這個殭屍飛龍復活 然後呢 下一集看有沒有辦法 讓我們這一隻進化 你看我們現在這個蛋已經 46顆了 然後他這邊總共要 150顆 然後再來就是 藍色的 藍色的靈魂 跟綠色的靈魂 紅色的靈魂 骨頭 我也有了 獨一這麼簡單 獨一我現在隨便打都有 你看也超過了 下一集讓他進化看看好不好 好不好 好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啊 如果選我的影片呢 記得左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 還有下方的留言 我是老頭 來我們下一集 終生代模組再見面了 拜拜 by bwd6